说到琼瑶剧,可谓是风靡一时的经典影视题材。 不仅在电视影幕之中,在曾经的台湾名坛之上, 琼瑶式的爱情故事,也是一个备受喜爱的题材。 在曾经文艺片风行一时的台湾名坛, 有许多演员因琼瑶片走上演艺事业的高峰, 琴汉又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例子。 曾经的琴汉可谓是望前少女的梦中情人, 就连被誉为东南亚第一美女的黎清霞也对她一见倾心。 说琴汉是曾经影坛之上的琼瑶第一小生, 可是一点都不畏过, 毕竟她的成名经历与琼瑶戏密不可分。 琴汉原名孙祥忠,1946年出生于上海, 自小随父亲迁居台湾。 琴汉自小就对电影颇感兴趣。 她曾表示,小时候我不愿意上学, 因为当时的学校流行体罚, 全班排队打屁股。 我就跑到电影院去, 一年365天, 我大概看了320部电影。 因为对电影十分喜爱, 1966年琴汉进入国联演员训练班学习。 在训练班结业后, 琴汉刚巧赶上台湾导演李汉祥招募演员, 琴汉便和自己的同学一同去面试。 相貌出重的琴汉, 得到了李汉祥的赏识, 并为他取一名, 慷慨。 在李汉祥的栽培下, 琴汉出演了琼瑶片《几度夕阳红》, 之后又参演了《远山寒笑》。 出演了几部影片之后, 琴汉选择了应征入伍。 在三年的兵力之后, 琴汉再次返回影坛时, 台湾的电影市场发生了极大的变化。 随着70年代香港功夫片, 在亚洲地区的盛行, 许多台湾的导演也开始助手拍摄功夫片。 再次以新人姿态进入影坛的琴汉, 也加入了功夫片的热潮当中。 因为长相帅气, 琴汉受到了一位电影《公司老板》的赏识。 这位老板给琴汉改名为《孙哥》, 让他模仿李小龙拍功夫片, 还为他打造了一部电影《唐山五兄弟》。 琴汉虽然外表斯文, 但毕竟接受了三年的军事训练。 在一场打戏中, 琴汉不小心将一名与他对戏的演员打伤住院。 琴汉曾在一次节目中回忆起此事, 并表示, 我当时的片酬是一万五千台币, 医药废却给了三万。 在拍完了《唐山五兄弟》之后, 导演姚凤盘音《秦时明月汉时官》这句诗, 为琴汉取了现在的一名。 不料改名之后琴汉的演艺事业, 立马出现了转机。 1972年, 宋存处导演电影《窗外》时, 琴汉在片中担任了男二号, 窗外是林青霞的荧幕处女座, 也是琴汉与林青霞的首次合作, 两人的关系也由此开始变得不一弯。 随后的琴汉迎来了自己的事业期, 海鸥飞处, 海韵, 女记者, 陈兴等一系列穷摇式文艺片的上映, 很快让台湾电影进入了, 《二零二勤》那时代, 而琴汉与林青霞的感情, 也在多次合作之后发生了变化。 1997年对于琴汉是极为特殊的一年, 这一年他阴影片《烟水寒》, 获得巴拉玛国际影展最佳男主角奖, 即亚洲影展最受欢迎男明星。 然而他与林青霞的恋情, 也在此时被曝光。 秦汉在1972年时就已经结婚, 而他与林青霞的恋情, 也由此受到了不小的非议。 林青霞为躲避舆论, 选择前往美国。 而秦汉也在1982年与妻子邵乔因离婚, 家庭有此破裂。 1984年, 林青霞与离婚后的秦汉重修就好, 但两人的感情并未持续太久, 还是1994年走向了破裂。 秦汉的感情生活一直不顺, 他的演艺事业也是几经起伏。 1978年, 秦汉因影片汪洋中的一条船, 获得第十五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, 吉亚泰影展最佳男主角奖, 之后他便产生了做导演的想法, 然而他的导演之路并不顺利。 1979年, 秦汉成立了自己的影视公司, 开始转型导演。 然而在秦汉第一次指导影片时, 摄像师问他第一个镜头从哪开始时, 秦汉山发现自己对电影一无所知, 而他的导演梦也由此搁浅。 1982年, 秦汉自导自演了影片扁血永探, 但却未收获太好的评价。 1989年, 秦汉因庭院深深夺得法国第一届 华语影视片金师奖最佳男主角奖。 进入九十年代之后, 秦汉开始转型电视荧幕, 并成立穷淼剧中的《御庸男》一号。 如今的秦汉依旧单身, 也依旧活跃于荧幕之上。 今年一月份游景田、任佳伦、 望倩、舒畅主演的《大唐荣耀》中, 秦汉了《唐玄宗》的角色。 而今年五月的《韩武记》中, 他还扮演了《南瞻不倒》《黑帮老大战士》里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